佛教了我们三千年 我们中国历史上是记载 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 三千年三十七年 外国人讲的是年前五百多年 这不必去争论 这个要争论永远 这不得当案 除非把释迦牟尼佛找来 要不然谁知道 所以用不着争论 从前人能得佛法的利益 什么原因呢 他老实 他真心 他得手有 那么现在人 都要拿证据来 我才相信你 没有证据 不相信 顺利是密切 我们学佛同学 要感激近代的量子科学家了 他在微观世界里面呢 把佛讲的这些东西通通证明了 特别证明 意念主宰 那人要改变自己 这个佛法修学 头一个实验的 做实验的 就是自己 自己的念头善 我们现在讲 心态好 心态善良 没有闻 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压力 你这个人就得自在 健康 长寿 不会衰老 用不住任何东西来 滋补 不需要 不需要用医药 有病呢 有病自己会好 病是什么呢 病是从不善的念头生 佛给我们讲 贪嗔痴叫三度 这最厉害的 你里面有三度烦恼 外面就能 很容易感病痛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我这病怎么来的 是我细胞里头 有了病毒了 我把念头转一转 我所有带着病毒的细胞 就能够恢复正常 不是没道理 现在科学家 从量子力学 谈到这个 这由科学证明 这个不是密信 佛教了我们三千年 我们中部历史上是记载 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 三千年三十七年 外国人讲的是 年千五百多年 这不必去争论 这个要争论 永远 这不得当案 除非把释迦牟尼佛找来 要不然谁知道 所以用不着争论 从前人 能得佛法的利益 什么原因呢 他老实 他真心 他得手 那么现在人 都要拿证据来 我才相信你 没有证据 不相信 说你是密信 我们学佛同学 要感激近代的量子科学家了 他在微观世界里面呢 把佛讲的这些东西统统证明了 特别证明 意念主宰 这个科学是刚刚发明 刚刚发现 我们相信三五年之后 他就会不变 念头决定一切 整个社会也是如此 社会大家要都能相信善心 中国社会为什么从前那么好 欧洲人 在二战之前 有一批学者 研究中国历史 他们很佩服 中国从前 同意 一直到现在 都是维持大业统 这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 欧洲罗马统治一千年 亡国之后再不能同意 这几千年来 这个国家这么大的富裕 这么多的人口 这么复杂的族群 为什么能够长治久安 他们研究了 研究的这结论 大概是中国人 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 我听到了 我是一点都没错 这个结论是真求的 这个话 是南昆斯兰大学 教务长告诉我的 有一天 有一天校长请我吃饭 他做陪 告诉我这段事情 没错 但是 还有袭击 他们就说不出来了 中国人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 他也没说的 没说的句子 要知道 中国人的家是大家庭 中国人现在没家了 这很悲哀啊 中国人在抗战之前 还有 不多了 那我在家乡的时候 乡村里面 非常明显 这个村要王村 这一个村就是一家人 那那个村里村 那也是一家人 五代同堂 不分家了 那 所以注意看过《红楼梦》 《红楼梦》就是描写一个家庭 是个普通家庭 那普通家庭呢 人口大概是三百人左右 人丁家衰了 人丁不忘了 一年百人 这家就很冷落了 旺族 七百人左右 五百人到七百人 这旺族啊 你说 这家庭是个社会组织啊 这么大的家庭 要没有规矩 那得了吗 那不就乱掉了 所以中国人讲 齐家治国平天下 你有能力治家 你就有能力治国 家有扩大就是国 它有道理的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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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上 阿 阿 阿 你 陶 佛